早读 苏武牧羊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典故 苏武是本汉朝史臣 初始匈奴被扣押 匈奴让苏武在天寒地冻的北海 金贝加二胡 牧羊十九年 苏武始终不屈服 拒绝投降匈奴 手中的汉杰杰毛见落 还好后来经过外交斡旋 苏武得以升入一门关顺利 回归汉朝 并且得到汉朝皇帝的褒奖 从此成为中军爱国的典赞人物 名流轻史 受到后世的一直赞扬 然而在汉书中 班固还以春秋笔法 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苏武虽然铁骨铮铮 没有投降匈奴 却还是娶了一个匈奴的妻子 养人还生了一个儿子苏通国 事后 苏武还将这个儿子 接回了汉朝 这不能不说是苏武光辉一生的白碧威侠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而结果却不尽相同 千年之后 在清朝乾隆年间 也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苏武的人物 此人被敌国扣留25年 拒绝做敌国国王的驸马 然而他不但没能成为清朝的英雄 反而被乾隆皇帝下旨 永远不得踏入中国一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原来此人名叫杨仲英 出身宁门望族 杨仲英的祖父 是雍正年间的名臣杨文干 杨文干做过河南部正史和广东巡抚 是一个封香大利 为人有胆有识 才敢抄群 杨仲英的父亲更厉害 他名叫杨英居 在乾隆中期得到重用 内任梁广总督 明哲总督 陕甘总督 云归总督 风头一时无两 可惜杨英居在乾隆争讨远殿的战争中指挥失误 还须报战功 被乾隆萧去官职 最终被逼自尽 正所谓复巢之下 安有完卵 杨仲英当时关居云南岸查史 正三品大员 率军驻扎在云南和缅甸边界 当他父亲杨英居兵败之时 杨仲英的军队也被缅甸打败 杨仲英本人没有及时撤离 被缅甸军队俘虏 杨仲英被缅甸俘虏之后 他的两个贴身 随从被缅甸放回了清朝 乾隆得知杨仲英被俘虏没有自尽 而且他的两个随从还跑了回来之后大怒 认为有损国威 于是派人将杨仲英的两个随从在边境直接杀死 同时下旨给巨人的云贵总督明锐说 永远不许杨仲英踏入中国一步 如果他赶回来 也和他的随从一样下场 乾隆没想到杨仲英在缅甸被俘虏之后 拒绝投降 也始终不肯进入缅甸的首都 缅甸人知道杨仲英是清朝的大臣 也不敢杀掉杨仲英 而是将他软禁起来 缅甸国王希望杨仲英投降自己 好让清朝的乾隆皇帝丢脸 于是找人不停地劝杨仲英投降 威逼利诱的手段都用上了 可是杨仲英坚决不肯投降 缅甸国王见杨仲英软硬不吃 就想出了一招美人计 缅甸国王有个女儿 也就是缅甸的公主 长得很漂亮 缅甸国王让女儿盛装打扮 然后亲自对杨仲英说 我想让公主嫁给你 如果你投降 你就是我的女婿 缅甸的驸马 虽然美色当前 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杨仲英依然拒绝投降 缅甸国王见杨仲英 如此坚毅不屈 只好放弃劝祥的打算 继续将杨仲英囚禁 这一囚禁就是25年 前面我们说过 苏武穆扬才19年 中间还娶了个匈奴的妻子 而杨仲英在缅甸被囚禁25年 坚决不投降缅甸 连坐驸马都不肯 可见杨仲英是个中军爱国的纯爷们 比苏武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缅甸和清朝停战修好 下逢贤隆西巡万寿 缅甸国王为了讨好贤隆 主动将被囚禁25年的杨仲英送回大清 结果杨仲英还没有踏入云南 就被林贵总督给拒绝在边疆之外 原来林贵总督牢记乾隆的圣旨 不许杨仲英踏入中国一步 事后林贵总督上 奏章向乾隆说明此事 情旨定夺 乾隆当时年事已高 又正值过大寿 亲情愉悦 再加上乾隆早就听说杨仲英拒不投降 风骨凛凛的英雄事迹 认为杨仲英没有给自己和大清丢脸 还是条汉子 于是乾隆原谅了杨仲英之前打了败仗的罪责 还下指包奖杨仲英的一片忠心 夸赞杨仲英结果苏武 然后命令云贵总督将杨仲英一送来京 乾隆要亲自召见家讲杨仲英 可惜乾隆的这道圣旨刚刚传到云南 历尽劫难的杨仲英已经病逝了 更加悲惨的是 当时杨仲英还在缅甸边境 他终极是没能活住回到清朝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杨仲英的遗体最后还是回到故乡入土为安 杨仲英的家人在杨仲英被俘虏之后 直接被乾隆关入大牢 一直被关了25年 这时候也沾了光 被乾隆释放出来了 参考资料 清史稿 清拜类超 清史稿 清史稿